刚刚过去的8月8日是全民健康日,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留下来的遗产之一。 正如曾经有位老人家说过的,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后面的都是零。 所以,健康如此重要,因此我们平时就要保持好健康的身体。 不过健康的身体除了从吃好睡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靠运动了。 但是运动项目也是非常多,最为普遍的就是跑步、打球、游泳了。 而很多有条件的家庭都会选择在家里安装一套如视频中的新型无边际泳池。 这样就可以经常在家里组织家里的老人、孩子等一起游泳健身,或做个水疗SPA等, 让家人的身体越来越好,然而玩水是人的天性之一,不管年龄大小,很多人都喜欢玩水。 怎么样,你也想在家里安装一套这样的新型无边际泳池吗?